龙抬头 一朝地金碎时纪盛里说,都人用薯面枣糕卖米等物油肩围食,也就是说那是北京人要吃一种类似煎饼的食物,这大概就是民间说的吃龙皮。老北京人还要吃春饼,春饼卷起各种菜,一层一层的,称为吃龙鳞。有趣的是,吃面条又被称为吃龙须,吃饺子被称为吃龙儿,吃馄饨叫吃龙眼等等。也有些人家会准备炒糖豆的原料,到了2月2早上,用糖炒花生和黄豆,香甜可口。 在上海,江苏等地要吃撑腰膏,据说吃了以后未来一年都不会腰疼,有的地方要吃芥菜煮成的粥,据说可以瞑目,不生窗街。总之,各地饮食习俗很有特色。